接下来就有点难哦 Linked List 叫链接串列 那所谓的链接串列 Linked List 它就是由很多的节点来组成 然后在加入或删除功能上 会比正列容易许多 这什么意思 今天如果说你有一个array 里面已经有放资料了 比如说5 然后10 然后15 随便举22 34 假设这样 那今天呢 如果你想要插入一个数字 比如说12 你要插入一个数字12的话 12是在10跟15的中间 你变成要怎么办呢 你变成你要把34移到后面来 然后呢 再把22往后面移动 再把15往后面移动 然后再可以把12放进来 对不对 这是加入 同样删除也是一样 比如我要删除10 我把10删除完之后 这边就多一个空格 那怎么办 我得把12往前搬 然后再把15往前搬 然后再把22往前搬 再把34往前搬 所以如果用阵列 你要用阵列来maintain一个排序好的数字 你要做加入也好 删除也好 都很复杂 都要增加很多的这个操作 那链接串列它的概念就是什么 它的链接串列的概念就是 它是有很多的节点 比如说这是一个节点是5 然后呢 这个节点呢 它会有一个连结 直到下一个节点 比如下一个节点是10好了 那10有个节点 直到这个 比如说15 然后呢 这个15呢 又有个可以直到下一个 我随便举 比如说直到下一个22 那最后呢 它没有直到任何东西了 就是结束了 OK 那像这就是一个 所谓的链接串列 那链接串列要插入跟删除 就很简单 比如说我要插入一个12 我要插入一个12的一个节点 我要做的事情呢 就先找到 先找到位置 找到这个位置 要插在10跟15中间 然后呢 原来10的这个节点呢 它是直到15 现在把它改掉 我把它改掉 变成这个节点直到它 然后12这个节点呢 把它指到15 那这样就把12这个节点插进去了 那删除也相对会简单 删除也相对简单 今天比如说 我要删掉15这个节点 我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这个链接本来是指到15的 我把它改指到谁 改指到22 改指到它就好了 那它的位置从哪边知道 从这个地方知道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内容给它 然后呢 它就是指到它 那就等于这个节点被删除掉 所以用链接串列 再做加入跟删除 这个动作就会相对简单许多 当然链接串列还不止有这样的优点 它也可以拿来实现很多特别的资料结构 比如说像Tree 这个树状结构 我们后面会教这个树 树状结构 树状结构的应用也是非常的多 那链接串列呢 可以有分好几种 最简单的叫做Single Link List 叫做单向的链接串列 所谓的单向就是 这个链接都是同一个方向 都是同一个方向 然后呢 单向链接串列最后结束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每个东西都是一个指标 直到下一个位置 单向链接串列最后呢 会直到一个空指标 空指标 代表结束 环状串列 Circular Link List 它的差别是差别在 最后的这一个 最后的这个 这个连结呢 它是指回来头的部分 指回来头的部分 这叫Circular Link List 然后双向链接串列 就代表说 它其实是每一个节点 它都有两个 它都有两个指标 每个节点都有两个指标 一个指向后面 一个指向前面 所以它会指到它 它会指到它 这个后面我们会一个一个详细的说 这样了解吗 这叫双向的链接串列 就是每一个节点就会有两个指标 优点 这边是讲array的优点 array的优点呢 是正列的优点 正列的优点是资料的存取呢 它只需要Big O1的时间 因为array的话呢 你只要给它索引值 比如说这个正列 你要索引它2的位置 你只要写上S2 它就可以读到它的内容 这个叫做Big O1 也就是constant time 常数的时间 在一个常数的时间内 就可以得到它的资料 这个是array最大的优点 random access 这叫random access 随机存取 所以你只要给它索引 就可以读到它的资料 这叫Big O1 constant time 缺点就刚刚讲的 缺点就是你要新增资料 或者删除array的资料 就比较麻烦了 懂意思吗 就刚刚的举例 比如说今天是10 20 20 30 50 70好了 你今天如果要插入40 你要插入40的话 你变成你要把70往后移动 然后把50 再把50往后移动 然后空出位置来放40 这个复杂度就是big O1 big O1 就是要移动N次 worst case要移动N次 比如说你今天 假设你现在有10 20 30 40 50 70 假设你要插入一个0 你要插入一个0 是要把这些所有的东西 都要往后搬一个位置 一个一个搬 一个一个搬 所以你有N个就要搬N次 有N个就要搬N次 这个复杂度就是big O1 这样了解吗 你将来如果要考试 常常会考所谓的复杂度的评估 那像这个要搬N次 就是big O1 那删除一个资料也是一样 比如说你要删掉这个10 你删掉这个10之后 其他的元素通通要往前一个一个搬 有N个就要搬N次 对不对 所以他也是big O1 所以这就很浪费时间 很浪费时间 OK 而且当你这个N很大的时候 那效能就变差了 就变差了 那array什么时候适用呢 就是你需要快速的读取资料 快速的读取资料 他就是big O1 random access 然后 第二个是你的资料的数量是固定的 你不需要经常改变阵列的大小 那这个时候你就用array就好了 那再来就是你的程式如果要求记忆体空间要越少越好 那你就用array array是比较省空间的 用linked list比较需要空间 因为linked list等下我们会讲到 他除了放data以外 还要放一个指标 那链接串列呢 他的优点就是新增跟删除资料会比array简单 他不用像array这样搬动资料 只要对新增或删除的这个节点调整指标的内容就可以了 不需要像array搬动资料 就像刚刚老师讲的 比如说你原来是这个 原来是这样 那你如果要删除这一个 你是把这个位置这个指标指到他 这样而已 那如果你要插入 你要插入一个资料到这里 那你要做的事情也是把它指到他 把这个内容指到他 他就把它加进去了 就加进去了 然后linked list的资料数量 能动态的向记忆体空间要求或释放 所谓的要求就是你要新增 你要新增个节点 你就是动态的跟系统要求一个节点的大小的空间 如果说你要删除掉他 你就是把这个节点释放掉 OK 不用像array重新定义正列的大小 array重新定义的大小 有一个函是叫allocate 有一个叫allocate 但是我想你们应该没学过 先不用管他没关系 你们有学过没有locate吗 好这个先不管他没关系 再缺点是什么 缺点就是读取上没有像array这么快速 因为array它是random access linked list的话它还是要经过搜寻 经过搜寻 因为linked list不能够直接透过索引值 像array的索引值找到某个节点 像这个它有三个节点 那array的话呢 array如果说有三个element 它的索引值就是012 array可以透过索引值 直接去读取里面的内容 linked list没有所谓的索引 linked list没有索引 大家了解吗 所以说今天如果说你要找到它的内容 那你就必须把 你就必须透过这个linked list 一个一个移动移动到它 移动到它之后 比如说你要找尾巴最后面 最后面这个尾巴的内容 你就要搜寻到最尾巴的这个node 再去读它的资料 所以这边它搜寻 假设你有n个node 那搜寻就是要big on 搜寻的复杂度就是big on 这个n代表这个linked list的长度 这是这个linked list的长度 然后另外它的一个缺点就是 它需要额外的记忆体空间 来储存指标 什么时候试用呢 当你无法预期资料的数量 就程式在执行过程当中 它会动态的去增长 你在一开始程式初期 你没办法预期的话 或者你需要频繁的变动资料的数量 这时候linked list就是最佳的资料结构 你需要频繁的增加或删除资料 然后你不需要快速的查询 你不需要像array array可以用快速的查询 不需要快速查询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linked list 没有一种资料结构是最完美的 没有一种资料结构是最完美的 那单项链接串列的结点 结点的资料结构 基本上就长这个样子 这个资料结构代表的是 它的一个结点有两个member 我们用strut 用strut宣告一个node 这种结构 那这个node呢 里面会有两个member 这两个member的话呢 其中有一个是一个整数的data 整数的data 另外一个很特别 仔细看 这个叫strutnode 这叫strutnode 星星 有没有看到 这是strutnode 里面这是strutnode 星星 next 也就是说 它的第二个member 这个指标next 是可以用来指向 这个node 这个形态的 的节点 指向strutnode 这个形态的节点 这一定要一样 linked list 这一个strutnode 跟这个strutnode 要一样 这样了解吗 指向自己 指向自己的节点 ok 好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节点 那节点的这个member 这个member 可以自己调整 可以自己调整 看你需要几种member都可以 但是你至少 一定要有一个指标 是用来指向 跟这个节点同样形态的指标 好 那至于这个 这个data 它是 什么形态 或者数量要几个 这个都可以根据你的应用 来制定 这样了解吗 好 那这就是一个 简单的链接串列 好 那 你有了 你有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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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之后 我怎么删不掉 你有这个结构之后 你就可以用这个结构 来宣告 来宣告 宣告这个结构的物件 宣告这个结构的物件 比如说你strad node a 那代表说 你宣告了一个a a的一个节点 a的一个节点 那这个节点呢 会有两个member 会有两个member 这样了解吗 好 我先讲它的主要的概念好了 好 那单向链接串列的话 比如说 你今天这个串列里面 有放abcd 四笔资料 那 它长的样子就长这样 这个head 代表的是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 也是用这个strad node 信号 所宣告的指标 然后它用来指向第一个节点 那第一个节点的内容是放a 然后呢 它的next 这是它的next 它的next 是指向第二个节点 那第二个节点 它的next 指向c这个节点 那c这个节点的next 指向d这个节点 那d这个节点呢 后面没有东西了 所以它会接一个空指标 接一个空指标 空指标 我们画图都是画一个接力的符号 那其实代表是个空指标 有时候呢 那我们会maintain两个指标 一个叫head 一个叫tail head指到头 tail指到尾巴 这样可以帮助你 这个用来这个 这个读取 头跟尾的这个位置 ok 所以以这张图来讲 head就是指向串列的前端 tail就是指向串列的尾端 我们会用这样方式宣告 宣告 宣告的时候注意 这个前面都要有星星 都要有星星 因为你如果 如果少一颗星星 这个星星如果没有的话 那这个tail就不是指标 这个tail变成是一个node 一个node 记得 就像我们宣告int 信号a 豆点 信号b 这样的宣告的话 代表a跟b都是指标 指向整数形态的指标 如果说你这个信号没有写 那这样的话呢 变成a是指标 b是整数的变数 大家了解吗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最简单的一个函式来讲 我给你一个link list 给你一个链接串列 这开始了很多这种东西了 这个东西看起来就一个头两个大 好 假设这样好了 今天给你一个链接串列 你要把它的每个内容都印出来 每个内容都印出来 那我们要从头开始 从他开始 一个一个node去走访他们 走访他们 从start这个指标开始 这个这边是写head 这边写start 等一下我改一下 其实没有冲突 其实没有冲突 这边的head跟start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 好所以我们看喔 这个函式 传进来的话是一个指标 是一个strat node的指标 叫head head是一个指标 然后他做什么事情呢 他把head的指标 而sign给p p也是这个strat node的 这个形态的指标 然后做什么事情 一个画有回圈 当p不等于空指标的时候 他就做这件事情 把p这个指标的内容 的data印出来 所以你看喔 一开始这个head 他是指到第一个node 那这个head不是空指标 这个p不是空指标 所以他会把他的内容印出来 所以他会把这个a印出来 然后接下来呢 他用一个p p指标到第一个node p指标到第一个node 因为p等于head 好 所以他印p所指标的data 就印到这个data 印完他的data之后呢 把p变成p的next 这个内容就是next 所以p的next p的next p的next 而sign给p 那这样p就会指到他了 当你做完这件事情 p就指到他 那再回到回圈的起点 p不是空指标 他就印p的data 他就会把这个p的内容印出来 然后p等于p的next p就会指到下一个node 然后再回到回圈的起点 p也不是空指标 所以把p的data印出来 他就印出c的内容 那p等于p的next p就指到下一个node 下一个node 不是指到d 是指到下一个node 那这时候p还是不是空指标 对不对 因为他指到一个node 就不会是空指标 他就把d的内容印出来 那p等于p的next p的next是什么 这是空指标 所以最后你的p呢 会变成空指标 然后回到回圈的起点 这个条件就不成立 不成立呢 我们就离开坏耳回圈 印一个node的这个字 表示结束 这样就可以左仿 由头左仿到尾巴 左仿到尾巴 就是一个最简单 左仿链结串列的一个过程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先问一下 这边听得懂吗 好 好问题 我在等你问问题 之前我们在讲strut的时候 还记得吗 我们在讲strut的时候 node 然后我有两个member 跟你一个指标 然后我们可以用strut node 来宣告物件 比如说strut node 所以我们用带的信号 P等于 等于什么 等于 等于 maillocate 后面放什么 放size of strut strut node sorry 这个 重来 这样都卡住了 重写 我如果用Strad node 直接宣告个A 这样的节点 如果直接宣告个A这样的节点 那A的话呢 它的形态就是这个东西 那它的member呢 我就要用A.data 比如说等于10 用这种方式 A.next 等于空指标 我就要这种方式 但是如果说 我们今天宣告的是指标 比如宣告的是这样 你宣告的一个指标A 这是一个指标A 指到这种形态 好 那我现在呢 我现在呢 不要这样 就B好了 然后呢 B等于 and A 我把B 设成A的位置 A的位置 那就代表什么意思 我B这个指标 是指到A这个node 那我要透过指标 去读取A的内容 我就必须要用键号 如果把它这样写成20 那你就等于把A的这个节点 的内容 把它从10变成20 这样了解吗 透过指标 透过指标去更改内容 更改Member的内容 就是要用键号 用横线在一个大语 这样了解吗 Strat Strat它会有Member 你要Ass它的Member 如果是透过这个Strat的变数 你直接用点 就可以读Member 那如果是透过指标 你就必须要用键号 才可以读到Member 还记得吗 Strat 前面几堂课有教过 忘记回去看录影带 记得点赞按分享 有没有人在看 还是我都白录的 白录师 没有 好了 我觉得我累了 没有 我说今天累了 今天想要下课了 好不好 好啦 这个之后 我们其中考完之后 再重讲好了 好不好 好啦 各位放假四天 好好休息 出去玩要注意安全 记得长写程式 祝大家都欧帕 OK 好 今天就上到这边 你在这个Strat里面 再放一个Strat 那是不是有点像地盒一样 Strat里面不可以放Strat Strat里面只能放 这个Strat的指标 所以它不是在Strat里面 再宣告一个指标 不是不是 Strat里面不可以放Strat Strat里面只有可以放一个指标 是指到同样的Strat 所以它的资料结构 它的资料结构是指标 不是另外一个Strat Strat里面只能是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是指向同样的形态 同样这个Strat node的形态 就是它Strat的自己 不可以这样使用 对对 你不可以在Strat里面 再宣告一个Strat 不行 所以它不是又有一个Strat 就是把这个名字听过来 然后又有一个变形 不是不是 这个是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是会指向这个形态 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的link list 就是说这是一个Strat node 那这个Next它是用来指到下一个Node 你意思吗 那这个Node也是这个形态 对对 所以如果要link list 一定要用Strat 不然写不出来的话 对 所以就是link list 就是用Strat 对 所以才会有这种方法 就是用这个指标去指标 指变形态的节点 指相同形态的节点 刚刚是不是还没有交怎么样起 有交怎么样子 只有交怎么走法 对对对对 还没有交怎么指 下次再讲好了 OK Si